我是周秀娜 我覺得Inner Beauty的三個特質是 包容、自信和智慧 我覺得演員的挑戰性是來自於 因為基本上每次接到的角色都不同 不是每一次的角色對我來說 都是我曾經有經歷過的 但當然 可能某些角色是比較特別的 例如某些職業 你要重新去認識 跟那個角色是有共同的經歷 所以我覺得每一次 接到一個新的劇本的時候 對我來說都是一個重新的挑戰 我覺得這一行的焦慮 可能是比較被動 即是被動的焦慮 尤其是前幾年 我想是特別明顯的 因為前幾年是疫症 大家都在經歷一個比較艱難的時候 可能很多戲 都會因為疫症的關係 所以開不成 演員的被動性 就是很多時候你都不是自己可以去選擇 你只能夠去等待某一些角色 來到某一些劇本 什麼時候才可以遇到一個真真正正 大家看到的時候 覺得 哇 看的時候會覺得 很適合你 甚至乎很適合你 你去做 這是我覺得 是這一行的一些焦慮 我自己本身這個人 不是在那個角色的時候 我是很興奮的 因為當如果我能夠去理解 可以跟他一起去承受那個角色的情緒 或者他的壓力 跟他一起去經歷 可能是在拍戲的過程 在整個演繹的過程 是會很辛苦 可能精神上面 或者心力交水 都會有這些時候 但那個不是我 不是我親身經歷的事情 就是我這個人親身經歷的事情 所以戲愛我是很興奮的 我偏向喜歡簡單一點的生活 因為我不是一個很善於 表達自己的人 如果可以的話 我純粹只是喜歡 做那個角色 但譬如宣傳 要說很多話 我不是很喜歡在鏡頭前面 去做這些事情的人 所以我理想中的自己 是很窄的 我喜歡簡單一點的生活 簡單單單 意外生活 然後有空就獨立 和獨立 和可以去旅行 超簡單 再會讓我去旅行 再看一看 再看一看 我會再看一看 我會再看一看 你再看一看